欢迎回到妈妈厨房 今天分享素鱼白菜炒冬粉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阿姨要用这个鱼来煮一个蔬食菜 材料有粉丝 还有这个白菜 好就是这么简单的材料 我们就煮一道蔬食 现在阿姨开始拿这包鱼 鱼片出来 它里面是这样的 现在阿姨要用到三片 接下来呢朋友们我会把它切成薄片 老板 放入中筷子 接下来 一眼 sul 煮 这个是酱片 这个肥菜呢 阿弟是这样切 这些不美容我们把它切掉 我喜欢这个肥菜 这个肥菜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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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撒匀 撒匀 洁天 撒匀 撒匀 朋友们 我们都是全部这样子切完啦 朋友们 我们的油已经开始热了 你们看 那我先炸这个粉丝 粉丝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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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朋友们 接下来我们来炸鸡片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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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盐子 如果不吃一片 可以放少一片 两片就够了 好,我们去鸡蛋 朋友们 这个我已经炸到差不多了 现在我要把它盛上来 之后伯母会去洗冻粉 好 好 朋友们,这个冬粉我们炸了 洗一下比较干净了 冬粉如果拿去炸了 洗一下它比较好 如果没有炸之前去洗 是炸不到的,朋友们 好 好,我们可以去煮了 朋友们,先我们把姜给放下来 还有少许的盐 还有少许的盐 好,我们把姜给放下来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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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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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影片就分享到这里结束啦 想要看更多关于妈妈厨房的视频 记得继续游览订阅妈妈厨房 我们下个影片见